西安事变后,张学良和杨虎成的命运可以说是天壤之别。 一个活到百岁,一个惨遭挤进灭门。 而杨虎成的孙子杨汉曾经先后两次在夏威夷面见张学良老人。 当时,他将近百岁。 他老人家听说杨虎成的后人前来探望时,表现得有些震惊,身子不禁颤抖了一下,只说了四个字。 而这时,杨汉面前的张学良确实是老了。 杨汉的父亲叫杨整民,是杨虎成的长子。 在杨整民的记忆之中,张学良平易近人,和蔼可亲。 他会时不时开一个玩笑,调节气氛,总是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 1935年冬天,杨虎成带着杨整民去找张学良。 他们一起坐车,从西安到三元县检阅部队。 开车的是张学良,杨虎成坐在副驾驶位上,杨整民和另外两名军官坐在后排。 张学良笑着打去杨整民, 你今天最神气,我给你当司机,你爸爸当副官,还有两个保镖。 杨整民怀念那段日子,总是和家人,朋友回忆这件事。 1990年,张学良重获自由。 1995年,张学良夫妇迁移到美国夏威夷定居。 杨整民得知后非常高兴,期盼着张学良能够返回大陆,和他再见一面。 然而,张学良已经年迈,也没有下定决心回到大陆。 杨整民去问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,张学森回答,他可能就不回来了。 1996年,张学良95岁受臣之前,他托人传信给杨整民。 60多年没见了,他想见一见杨整民。 杨整民也想要去夏威夷看望张学良。 在有生之年,想要代替父亲和张学良再握一次手。 3月,杨整民的签证已经拿到手,而他却突然查出了癌症。 要立刻动手术,计划就耽搁了下来。 1998年10月,杨整民病逝。 他被病痛折磨了两年,离开时非常仓促,没有留下什么遗言。 但他的儿子杨汉,心里清楚,父亲的遗愿就是去美国看一看张学良。 杨汉联系了张学良的侄女张吕恒,希望完成父亲的这个遗愿。 张吕恒对杨家很熟悉。 1983年,张吕恒来北京之时,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杨整民。 杨整民热情地招待了张吕恒,还请他给张学良带去了一些礼品。 1990年,张学良托人给杨整民带来亲笔题词。 整民是帝,爱人如己。 张学良敬书。 79年12月21日,这幅题字杨家人一直妥善收藏着。 在张吕恒的安排之下,1999年6月,杨汉和女儿在一家教堂的门口见到了张学良。 那时候张学良正在坐礼拜,张吕恒向张学良介绍了杨汉。 杨汉如此回忆见面的细节。 张学良坐在轮椅上,听说我是杨虎城的后人,愣了一下。 然后就说,你好你好,便再也没有说什么了。 杨汉没有想到,张学良如此平静,一句话也没有提过去,和杨虎城的事情。 当时,杨汉觉得可能是少帅老了,年龄过大而不善表达。 而杨汉也就是尽心来了,也没希望得到什么。 第二年,张学良百岁寿宴,杨汉也代表杨家去祝寿。 杨汉到达张学良所住酒店之时,见到张吕恒,正在推着张学良在海边散步。 他上前打招呼,张学良依旧只是礼貌地问好,没有其他的回应。 杨汉提起杨虎城时,此时的张学良却选择了低头沉默。 杨汉看到这个场景,心中充满了疑惑。 从张学良获得自由后,杨汉是唯一一位,面见张学良的杨家人。 杨汉是西安事变,研究会会长,写过杨虎城大传,对杨虎城的研究是专家级别的。 他对张学良的平静,有着自己的理解。 我面前的张学良,确实是老了。 我觉得他对祖父的事情,有点不堪回首。 从西安事变后,两人最终的遭遇也是天壤之别。 当年,蒋介石洞悉共产之恶,致力于剿共安内。 即将发出第六次剿共总令时,杨虎城、张学良与中共里外勾结, 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,导致蒋介石剿共计划破灭。 张杨二人,借由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包装下,促成了中共的喘息机会。 实际上,当时张学良和杨虎城身边,早已被中共大力渗透。 而杨虎城的夫人谢宝珍,直接就是共产党人。 杨虎城也不止一次申请加入共产党,取得了一个候补党员的身份。 另外,张学良,中共的上将吕正操,他是当年张学良的副官,他曾经多次对人说起。 周恩来生前不止一次告诉他,张学良是中共党员。 当年,他们二人共谋大事,可以说是患难之交。 但是命运总是捉弄人,他们俩人分别后,同是国民政府眼中的罪犯,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结局,确实大不相同。 张学良先是被南京军事法庭,判为十年徒刑,后改为终身监禁。 但在监禁地,却能享受超乎一般的优待。 他的两个夫人先后亲密陪伴,服务人员也像伺候在任的高官一样,精心伺候。 1960年代,软禁期间,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还能举行婚礼,轰动整个台湾。 可以说,曾经用机枪子弹猛烈袭击,让部下士兵疯狂追击,最后在石头缝里,将蒋介石抓捕起来,逼其就范。 做了这些危害国家且密谋犯上的大事,老蒋总统依然,对这个曾经的结拜兄弟,十分宽厚。 而最终张扬二人,一个活到2001年,一个直到1949。 而面对杨虎城后人的来访,为什么张学良一句话都不说呢?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,杨瀚说道。 他觉得,张学良并不是因为年老,而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。 因为在生日宴会上,张学良的发言,让人觉得句句有理。 因为当时杨瀚就坐在第一排,他可以清楚地感觉到,张学良的头脑是清醒的。 我想,也许是因为,和他关系亲密的好友杨虎城,最后的结局太过悲惨,令他感到惋惜。 因此,年过百岁的张学良,无法承受这段痛苦的往事,而不愿提起杨虎城这个名字吧。 大家认为张学良对杨虎城孙子的冷淡是什么原因呢? 欢迎跟大家分享。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,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观看。 还没订阅的朋友,记得动动你的手指。 感谢你的喜欢。